似乎劉先生是離開了現場的 好 現在請張宇清女士 張宇清女士 張宇清女士 張女士都不在這裏 那請局長就著剛才兩位 好 王先生 您就講了一些很相信的意見 您的有力點說出來 我們在做這個去年的補選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意識到市民 對我們搞這個補選很大意見 在立法會裏有議員多次質疑 我們為何要搞這個補選 又要跟公堂 但是我們當時的法律 到今天的法律都是 如果有公權就要搞這一種的補選 而我們確實是意識到 現在有這個超級五席的選舉 在下一屆 如果時刻一位是超級議員去請辭 就即時要動用起碼一億元的公堂 我們是要搞520個票站 我們也要安排 現在不是320萬的選民出來投票 是330萬的 因為那個投票的登記 選民的登記已經多了 也都我們現在在研究中的 就是除了大家提出的 聶表示我認為可以接受的方案一 但是方案234其實是比較有效的 因為如果你單是做的方案一 譬如你那個超級議員 他自己請辭 他的黨友和他的政治上的同路人 他就大可以參加這個選 依然繼續我們要面對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是第三屆的提取政府 現時我們還有時間 我們還有空間 我們就要為香港社會盡量去解決這個 處理這個問題 而楊先生呢 你也都沒有力量太多 你問了3個問題 第一 今天議會的人士 大家是預先登記的 所以他們是進會場 其他沒有登記的人 在外面排隊 也都可以進會場 有部份的人士 他們剛才是 雖然是沒有搜到這個大會的秩序 他們是希望留在這裏 我們都是大會的同事 安排了他們留在這裏 你第二個問題 你認為這個分法是我們搞出來的 對不起 這個不是我們搞出來的問題 其實本來我們這個替補議員的機制 是用一個補選的安排 在回歸以來都有幾次的補選出現 文局長我看不到你 馬力先生你小時候 我們都是看不到 但是因為去年確實 有很多市民都認為 這兩個黨派和葉文衛議員請辭 他們有他們的目的 但是他們都利用了這一個空檔 這個空間 所以我們是需要研究去處理這一個問題 那你說到底這些數據是如何呢 如果大家看不同的民意交測 也都比如這個香港研究協會 或者自由黨做的 是超過一半的市民 認為這個漏洞是需要堵塞的 那麼我們的選舉呢 在香港是依法進行 我們都會在2017年 2016年是落到 毒實到公選 你看回這個香港研究協會做過的 你看回香港研究協會做過的 你看回香港研究協會